新婚的聚君彥和大S愛的甜蜜 日前兩人才被網友捕捉到 在米其林二星餐廳同框用餐 妹妹小S除了也在場同樂 16日節目在月亮的DJ首秀 她跟先生力挺並送上愛的抱抱 這家人感情相當和樂融融 而他們的一舉一動 總會在微博掀起討論 結果汪小菲也因此成了網友的關懷人物 日前她為了搬回烈士 先是曬出群電影片 猛誇自家餐廳生意太火了 17日凌晨她也突然開起直播 大聊經營事業的甘苦談 雖然看起來有些恍惚疲憊 但她也澄清自己沒有喝醉 只是剛睡醒 眼看網友不斷給她刷禮物 踏實露出笑容 不過她沒有最有人 送上一頂綠帽給她戴上 讓她的臉色瞬間尷尬 完全兜了大家 而面對一群網友留言要她追回大S 汪小菲也直接喊話 我現在一門心思搞事業 大家就別關注我的感情生活了 一切都順其自然 一切都順其中心的 我下路的享受 我下路的享受 你下路的珍貢 我下路的享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